在2018年举办婚礼的明星众多,例如阿娇和蜡红国、宁儿和傅欣博、张欣宇和和杰等,引起网友关注的自然也不少。 其中的阿娇和蜡红国更是保持网友的真心祝福。 婚后两个人的生活也十分甜蜜,而且还准备如今年年底,在香港不办婚礼,令人满怀期待。 最近,阿娇和蜡红国两人,参加了中国首当父母成长观察实验真人秀爸妈学前班。 他们两人第一次同台就参加一档父母成长类节目。 节目中的表现引起网友一片叫好,在入住伦敦的第一时间,大家的一举一动就已经被严密监视了,由于日诚紧张。 阿娇在镜头面前也面露疲惫,蜡红国见妻子的状态不佳,自己办完行礼,安顿好入住事宜之后,又主动提出外出散心。 可见蜡红国究竟对阿娇有多贴心了? 在节目中,蜡红国一直都沉迷于心爱的阿娇的颜值,总是目不转睛的看着阿娇,事实上,阿娇的五官真的超级精致。 160厘米身高的她,体重只有45千克,身材堪称完美。 她在读书期间就已经开始监视模特,并且还被英皇娱乐集团有限公司相中并签约,由此也可见她的外在条件到底有多突出了,也难怪蜡红国在近期的综艺节目《爸妈学钱班》中,直接夸奖阿娇,我太太由我看,霍亚这五官是属一属二精致的了。 蜡红国说,我太太的眼神很清澈,很干净,她也很勇敢,很多困难都经历过来了,她很成熟。 当一个人的精力稍微丰富了些事之后,再回头来看自己之前走过的路途,确实都觉得十分坦坷,更何况是独自一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阿娇,肯定更不容易。 不过,所有的精力都是丰富自己的人生的宝贵财富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所以,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阿娇,终于遇到了懂自己,爱自己,并且守护自己的蜡红国。 他们结婚现场的照片感动众人,结婚之后的状态是很多人想要的,相信接下来的也会越来越好。 俗话说,事业与家庭不能兼顾,这句话还是有他自己道理的。 这句话被解读出来的意思,绝对不是一个人如果选择继续自己的事业,就必须完全放弃家庭,而是应该解读为,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。 如果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某一个领域,就没有过多的心思,在另一个领域,完成得那么完美。 而阿娇和蜡红国两个人的工作都十分忙碌。 之前还有传闻说,阿娇甚至没有时间操心12月份的婚礼,都是家人帮忙操持,也正是因为忙碌的工作。 所以当蜡红国被问及了孩子问题时,才会直言,谁应该放弃事业,或者谁应该放弃事业处理这个事情。 这是我们之间比较大的问题,可当他在办阿娇提问,是要自己放弃事业时,连连否认不是这个意思,也可谓是十分贤密了。 不过不管到时候究竟是谁,为了孩子稍微改变一下状态,他们还是会十分幸福的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